9月台北廳即將要登場了 即將有4000位的廳障選手會來到台灣 為了他們的行安全 那麼廳障委員會也特別呼籲市民 開車的時候要記得禮讓行人 不操車 不搶快 不違規停車 行進入口不興急 行進入口不興急 不僅要喊口號提醒台北市民 9月就要舉行聽障奧運 到時候有來自101個參與國家 超過4000位的聽障選手來到台灣 行的安全可要注意 我是李漾行人青山大使陳妍希 很多朋友都跟你一樣 喜歡邊走邊聽音樂 然後音樂聲音會開得很大 這樣子會很危險 因為會聽不見喇叭聲 秦蘭藝人陳妍希擔任青山大使來宣傳 還有廠商大番贊助了1500件的反光背心 跟550條的愛心手環 保障聽障選手跟交通警察的人身安全 他的反光可以讓這個在夜間的時候 有汽車燈光照的時候 他也更清楚 所以是24小時日間跟夜間都增加 這個行人的辨識度 藉著辦聽障奧運 來提升我們台北市的開車文化 所以這不只是李漾聽障選手 其實是李漾每一個住在台北市的市民 我覺得希望辦完聽障奧運以後 這樣子的一個運動可以成為我們台北市一個新的開車文化 全鐵總動員呼籲台北市民禮讓行人支持聽奧 為的就是要達成臨時故臨意外臨傷亡的目標 讓台北市的友善形象留在每一個遠道而來 參與聽障奧運賽事的貴賓行中 總編新聞 紅水美王永晴 台北報導